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明 自今日起 拒绝在座乔家的东家 也自愿被乔家除籍 与乔家断绝一切关系 对以后的事情 自己得负全责 王大长官 咱不能让他们这么干哪 这事再管不了 我不管 孙子 你要干吗 我要进去 孙子 你干吗你 请东家签字画押 孙子 东家 干什么 东家 你为什么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啊 小家是你的 你不要签字画押 二位大长官 你 你们干什么呀 小学求你们了 你们就这么欺负我们东家呀 东家 你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的 他们现在就是要逼走你 独走乔家 王大长官 来了 东家 东家你别浅 把小转的娃娃子 不是 我不走 帅子 出来 帅子 出来 给我说啊 我和王大长官 好不容易才把你做武装救出来 他们早就算计好的 我不敢 出去 东家 你给我坐下 我们都叫秘虎啊 怎么不走 我们都见秘虎啊 我签 我签 二位掌柜 我是不是把他签了 马上就可以离开这儿 不可以 这文书上还写着一条 如果东家 不能在乔家同辈的兄弟中 找出一个最合适的人 来掌管家事 这份文书就不能生效 你这会儿 仍然是乔家东家 有一个 有一个 二位掌柜 记不记得我警戴伯父 当年他违背爷爷的商规 做罢盘生意 被官府通缉追杀 后来爷爷一气之下 将他从家族中除击 让他们一家 永远不能再回归乔家 可是爷爷却在暗中 让这个人 在晋阳书院读书 又送他去西方流血 一去就是四年 最后一战应该是法国 这个当家的 非他莫属 东家 你是说景戴东家的大少爷 应渝 就是他 其实真正学惯中西文化的 不是我 而是他 整整大半个世界他都走遍了 心胸和见识一定比我过来 我觉得这个当家的非他莫属 对了 你们知不知道他现在人住在哪儿 不远 平遥西南十几里路的桥头村的镇国寺 好 我马上去找他 东家 这十几里路走到怕也是半夜了 我也好久没见过这个哥哥了 正好去他那儿跟他暖个被窝 如果我把他说动了 让他来当这个当家的 我明天可就一身轻松了 山子 背马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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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师傅 这么晚打扰了 阿弥陀佛 两位施主 我们是乔镇人 有钥匙要找应鱼少爷 两位请随我来 来 两位请随我来 师傅请 施主请 大哥 别动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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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大哥 此乃佛门清静之地 你们一来呀 这味儿就不正了 熏我就行了 便熏坏了神殿的佛祖 大哥 我来是找你有正事的 咱们俩八年未见了 我给 我掐指一算 你应该是昨天来见我呀 怎么晚了一天 我这卦是越来越不灵了 大哥 你真能算出来 我来找你吗 大哥 大哥 我话还没说完给你跑什么呀 你不是说了吗 别熏坏了佛祖 大哥 咱都是乔家人 要熏坏也是咱俩一块熏坏 这是什么书 一谱星相 这书你也看啊 这书你也看啊 你真是打算学乎礼后 打块脉谱 学乎济翅啊 这画画得真不错 这是什么书啊 法文书你看不懂 我给我放下 La Siglucie de la religion 勒庞的革命心理学 明白了 一定是去了广州八年 什么本是各种阳闻 都会几句聪明了 怎么样 瞧得起我了吧 我还没看完呢 不是 什么宝贝书 你让我看看 这种不是你看的书 你看了脑瓜子会坏掉 再说你也看不懂啊 我没看你怎么知道我看不懂啊 从小你就瞧不起我 这本什么书 赶紧给我放下 你一来我这就跟遭了结一样 这是我晚上找出来 睡前读的书 这都三更半夜你还读书啊 这又是法文书 又是资质通鉴 这边还画了佛像 大哥 你是不是学知都学杂了 坐下 我就知道你一回家我就完了 不得安上 行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话快说 说完你们 门在那边 赶紧走 走 大晚上我走哪儿去啊 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 还就来这儿不走了 你不是能加回算吗 那你算算 我来找你干什么来了 我不说 我不上你这档 漏仙了吧 漏仙了吧 我就知道你算不出来 还跟我这儿装神弄鬼的 什么装神弄鬼 你找我不就是 就是什么 你找我不会真的来劝我 接管家事的吧 大哥 你真神了 不行 不能在这儿说了 小川 帮大家收拾东西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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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就跟你们回去啊 我哪儿都不去 我告诉你大哥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自打我一进门 你就知道我们来找你干什么来了 肯定是 收拾东西 赶紧给我坐下 我看看你这几年的运势 还有未来几年的运势 神经瑜少爷怎么跟个半仙似的啊 别别别 让他算 说不定能给我算出点好事来 怎么样 说话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卦 不算了 不算了 别不算呀 算了就得说呀 说什么呀 说结果 是好是坏呀 你不知道也好 别 你快告诉我了 这么着 是急是凶我都看得中 我就不跟你说哪一卦了 我从这卦象上看出两句话 你这要听吗 听啊 这第一句 不管你现在多不情愿 将来你还是得接管乔家的家事 是 第二句 第二句我就不说了 别不说 你就说吧 我不是说了吗 是急是凶 我都扛得住 你真扛得住 扛得住 那扛得住我就说了 你可别后悔 另一句是 你因为接管了乔家的家事 而死无葬身之处 而乔家也会因为你 加败人亡 杨虞少爷 你算的这是什么卦呀 你这不是咒人的吗 你什么都不懂 给我闭嘴 不是我咒你了 这个日子离你啊 还不会太远 大哥 你算得不准 有件事我还没告诉你 明天一早 我就离开郑国寺 直奔武汉战场 有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再回来了 你说什么 你还要去汉口打仗去 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 在我出来之前 已经在托吉的文书上 都签过字了 知道吗 不对 兄弟 你怎么知道 你们的革命没有成功啊 你们的革命已经成功了 什么什么 我们的革命已经成功了 你把这小子轰出去 然后我告诉你 行了 你先出去吧 我 我 你 你 放心 请 因为袁世凯 已经掌握了大清剩下的半壁江山 你们大清朝已经被推翻了 胡说 袁世凯是朝廷派来对付 我们革命党的刽子手 那是我们革命党最大的敌人 他是不是你们革命党的大敌 先不说 但他却真真切切地是朝廷的大敌 朝廷的大敌 听你这意思 就是袁世凯会倒戈给朝廷一击 会投向我们革命党了 兄弟 你想什么呢 袁世凯怎么可能投向革命 他只会利用革命 孙文曾经呢 说过一句话 哪句 天下大事浩浩商商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什么是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就是让大清朝灭亡 而袁世凯正在顺应天下大事 让大清朝灭亡 大清只剩下个名了 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实际上没有 以后 你睡什么 我听着 我看你睡还 你睡个觉 这个在说 我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到小蜗里 我睡觉 这是做独当好 不会 你睡觉 我睡觉 我睡觉 帮你睡觉 现在跳过 肯定 大哥 你这个推测也太搭乱了 看看这本书上是怎么说的 你大哥我在法兰西游学四年 什么Bonjour Champagne Merci 我还正经地跟一位导师 研究了法国大革命 这本书就是我导师勒庞先生 在我做他学生的时候写出来的 如果你真读得懂法文 那就看看 就明白了 大哥 我现在哪有心情读这个 这件事情太大了 我必须马上知道 以后民国了 谁会是 民国的主人 还有 大清推翻以后 所有人的重要所归是不是民国 至少一开头是 就像法国大革命刚开始那时候一样 你上台我下台 一会儿是山岳派 一会儿是吉伦特派 一会儿是雅各宾派 可是到最后 却是拿破仑做了法国的皇帝 而中国的革命结果也是一样 到最后一定是原始凯德国 不 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 这是我导师勒庞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那就是民国会比今天的大清更坏 什么 民国会比今天的大清更坏 是 嗯 大哥 以后民国的领袖一定是孙中山先生 那民国成立了 怎么这个 这个总统会变成袁世凯呢 天机不可泄露啊 而且我已经把你的心都说乱了 回去吧 行了 我今天说累了 我要睡了 走吧 走吧 来 走 再来 走 愿佛菩萨保佑 保佑我们东家瞧应济 保佑我们桥家能够平平安安 少灾少难 愿佛菩萨保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怎么了 又怎么了 江老同家 又有大事了 这袁世凯派了刺客 枪杀了朝廷新任山西巡抚 新军第六阵镇台无路针 东家在信上说 阎西山知道这个消息后 又不带他的兵逃往隋远了 但还会在燕门关待一阵子 看看风声 然后再说回不回太原府 还有一件大事 忘了告诉老东家了 是刚刚收到齐县城中 水家远储大少爷 写给他父亲 水长青老东家的一封密信 也不知道水老东家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抄写了一份 今天晚上送到了乔家来 我的天哪 我最讨厌的就是水长青 这个老东西了 都老成那样了 还成天在家里描眉画眼的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女妖怪 还在家里票戏 不过 他是不是上辈子 积了什么德了 才生出了元楚 这样一个好儿子 元楚在信上跟他说了什么 元楚在信中 向他父亲透露了一个 天大的机密啊 说是元世凯派人 请他做自己的代表之一 到扬州和革命党去谈判了 这彻底把我给惊着了 也就是说 元世凯要跟革命党 何谈 他信中是这么说的 怪不得他鬼鬼祟祟的 我打翻春关到天津去找他 他是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 二位掌柜 二位掌柜 你们两位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应濟呀 他听了 一定不会再去汉口打仗了 您是说 东家可以留在这儿了 我这就让宗宇去和他谈 是 这么早就起了 天都亮了 你也不用回汉口打仗了 这会儿啊 汉口不会再打什么仗了 什么 为什么不会打仗了 因为袁世凯 会借重你们革命党的力量 直到和你们合伙 将宣统皇帝赶下台 你们在汉口 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赢的 在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袁世凯为什么不在汉口 一口吞并革命党 把中国取了呢 问得好 我也在想 可能只有以下的几个原因 一 可能他觉得 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把握 迅速地灭掉你们革命党 其二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不想这样 因为留着你们革命党 对他还有用 比 逼 轻敌下台呀 不是下台 是退位 结束大清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 袁世凯会借重他掌控的朝廷的力量 逼迫你们革命党和谈 不然 就是战争 袁世凯 必将是倚炸德国 但做不了天下归心 民国后的中国势必四分五裂 再加上列强桓四 各怀瓜分中国之心 势必会参与到各路诸侯争夺之战 这场逐鹿中原之战又要打多久 又有多少人会尸骨成山 血流成河 这事儿 谈了一宿啊 这是 大哥 那你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救乔家 你是想让我给你出个如意 这样 你现在就回去 明天让人把乔家所有的银子 全搬出来 把它放在大路口 谁想要给谁 不出一个月 是 乔家就算有多少银子都会散尽 还有遍布大清一十三个省的 所有商铺和票号 有多少算多少全都顶出去 一时半会儿顶不出去的就白送 谁想要给谁 还有那大院子 现在叫乔家大院也顶出去了 把银子散给族人各过各的日子 不 这样还不行 你还必须带着乔家人远走高飞 隐姓埋名 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们是乔家的后人 你 小师傅 阿弥陀佛 我有急事 要去见我们东家 昨晚上来的是你们东家 对 请让我进去 谢谢啊 王大掌柜 您怎么来了 东家呢 东家跟应允少爷在谈事呢 这我有大事要找东家 可是他都谈一宿了 他们两个谈了一宿 对呀 那我等他一会儿 我知道大哥刚才的那番话 是为了瞧瞧 我看中国乃至于应激的未来朝鲜 但即便你说的那些都是对的 我也不会赞同 为什么 即便原是该以诈德国 天下必起纷争 一旦过门失手 外国经济的入境将无孔不如 我们中华民族的生计 将会随着这场全世界的大商战 被挤压得窒息而死 当几亿人没有饭吃的时候 必定揭竿而起 天下大乱 到时候 不管有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 还有盗贼 都阻止不了这场战争 你熟读了这本书 你知道一旦发生战乱 中国必将死亡的人数有四分之三 但大哥 那可是四分之三的中国人 还有 到那个时候 列强趁机瓜分中国 过不了多久 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有可能就没了 紧接着 我们瞧瞧 也没了 与其这样 我不如破釜珍州 什么方式 我的方式 你的方式 大哥 既然我们质不同道不合 应计就此别过 扫了 不送了 你怎么来了 我有大事要跟你说 什么大事 你是要简单地说 还是复杂地说 简单地说 简单地说 就是袁诗凯杀了吴露珍 并且 沿西山决定不走了 再观望一下 也许就偷偷地回来了 冬家 还有一个比这更大的事 快说 什么 是袁楚表叔代表袁世凯 去跟革命军谈判 冬家 你修点事 我不去韩国了 回家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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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了我哥的计 他是故意把我气跑的 不行 咱也得回去 回哪儿啊 冬家 镇国寺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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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师父 请托容一下 我有急事要见我哥 乔施主他走了 走了 去哪儿吧 你们刚出山门 他便说四处住不得了 向寺里讨了辆马车 走了已经有一阵子了 师父 我找他真有急事 他有没有跟你说 他要去哪儿呢 没有 不过 乔施主临走时 倒是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 不仅本寺住不得 就连山西也住不得 只有逃往京城去 多谢师父 走 奔去京城的官道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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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错人了 我们走 走 朱家 现在怎么办 我也真是笨 我大哥明知道我会去找他 怎么会走京城的关道 捕追了 回家 回家 回哪个家呀 东家 革命已经成功了 我哪儿都不去了 回乔建埔 走 走 和尚 阿弥陀佛 乔施主不是走了吗 你那么希望我走啊 我走了就没人租你的房子 给你交租金了 一会儿啊 我那兄弟还会来 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 就说你打扫禅房的时候找到的 别说我回来了啊 阿弥陀佛 可是乔施主 出家人不打狂语 我狂又不是你狂 行了 你就别说话了 把信交给他 这 行 帮我搬东西 太好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 这下就好了 太好了 这下就好了 那应记子回来了 别抄着 别抄着 我都早听明白了啊 应记子是回来了 可他又要走 什么 要走 又走 又走 又走了 革命党完了 严西山都跑到燕门关外面去了 他哪敢回家呀 他要回的是汉口 继续当他的革命党 对 而且我还听说呀 他准备要去一个地方 找应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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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应渝干嘛 找他干嘛 说是他这一走啊 就不打算回来了 要请应渝 接管咱们乔家 请应渝接管咱们乔家 不可能 不可能 应渝那门子 早就被我爷爷给除了急 他都不是乔家的人了 凭什么掌管乔家家事 他也不问问咱们这些老少爷们搭不搭呀 对啊 不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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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说事 怎么了 应渝大哥回来了 已经到门口了 应渝大哥回来了 什么人啊 应渝大哥回来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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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敢回家 你说 如果现在有人去县衙里透个信 会怎么样 你这 你这也太缺德了吧 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咱亲兄弟 正因为是兄弟 这不是害他 而是帮他 潘大掌柜在县衙里 家里肯定有人 这事一定会传到印记子耳朵里去 你想 接下来会怎么样 赶紧跑 也是啊 你还真别说呀 应渝这个人哪 我了解 他来接管瞧瞧 就算咱们同意了 他自己也不同意啊 这么做也没道理呀 你说 这么多天都过去了 大伙都能看出来 江老太太啊 不是想真正拿走咱们桥家 所以说啊 这到最后 桥家就剩下你跟我 那桥家 这还是咱俩的 咱俩的艺人 咱俩的艺人 那么多艺人 去艺人吧 这艺人的艺人 他们还没看来 這艺人的艺人 这艺人的艺人 对呀 可是我一招艺人 我一招艺人 我一招艺人 去艺人 我一招艺人 这是艺人的艺人 这艺人的艺人 你这艺人 你这艺人 你哪有艺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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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说就好了 早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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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匣子回来就好了 是啊 应急走回来就好了 东家乡 就说是啊 就说是 就说是啊 来 东家乡 应急走回来就急走来 是啊 这下就算是一堆了 就是啊 哎呀 爺爺 爷爷 颖稷回来了 应濟子 应濟子 姑奶奶 姜妹妹 应濟子 回来了 应濟回来了 应濟给姑奶奶请安 来 起来 你没有死 你真的没有死 姑奶奶 应濟我还活着呢 活得好好的 老冬家 表孙少爷回来是大喜事 您看您 竟说些不吉利的话 什么叫我竟说些不吉利的话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应濟子的脑袋被砍了下来 挂在了城门娄子上 脑僵子还直躺呢 但他对着我在笑 我问他 孩子 你对我笑笑什么呢 当年你的爷爷 他就是勾连了太平军 他的脑袋都没有被砍下来 你倒好了 你 你成了你们乔家第一个被砍头的男人 对啊 大家都听听啊 我的亲姑奶奶 您说什么呢 说得怪肾得慌了 吓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合着我不在的时候 您就天天惦记着 我的脑袋是不是让人给砍了 来来来 您赶快摸摸 看看 你的脑袋还戴不戴脖子上 你看看 真会说笑啊 我的眼神不尽了 我就得摸摸 我得摸摸 在 他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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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青 姑妈 景青在这儿呢 二十七叔 印记给您请安 快起来 快起来 回来了 回来好 回来好啊 姑妈 你喊景青有什么事吗 景青啊 你整天跟我这个那个的 你在外头讲 说什么良天万寝 罗马成群 富可敌国 但是你看 看看乔家盖的那个房子 又黑又小 我住在这儿我觉得憋气啊 我给印记子回来了 我当着你的面 当着潘大掌柜高大掌柜的面 还有所有人的面 我得宣布一件事情 姑妈 什么事情啊 从今天起 我就把乔家的家事 交给印记子打理